俄罗斯总统普京5日称,沙特阿拉伯国王萨勒曼访问俄罗斯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相信此行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5日报道称,普京在会见沙特国王时表示,此为我们关系史上沙特国王首次访问俄罗斯这本身也是非常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我们的关系具有相当悠久的历史。 普京表示苏联1926年成为首个承认沙特国王的国家,他强调,我相信您此次访问能够大力推动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 萨勒曼次日抵达莫斯科开始对俄罗斯进行访问,这是两国建交以来沙特国王首次访俄。 萨勒曼在与普京会晤时表示,沙特有意继续与俄罗斯合作来稳定石油市场。 萨勒曼说,我们有意继续积极发展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来稳定世界石油市场,此举有助于全球经济的增长。 另据法新社10月5日报道称,沙特国王萨勒曼正在对俄罗斯进行里程碑制的访问,尽管双方在叙利亚战争问题上存在分歧,但5日他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数十亿美元的一系列能源和防务协议。 在沙特国王首次对俄罗斯进行正式访问期间,这两个世界最大能源出口国的领导人还将讨论延长一项限制石油产量的欧佩克协议。 普京在金币辉煌的课里,母林宫欢迎沙特国王直说,这是具有标志性的事件。 沙特国王回应说,为了和平与安全,为了发展世界经济,我们希望增进彼此的关系。 英国金融时报援引俄罗斯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诺瓦克的话报道称,俄罗斯和沙特将签署价值30亿美元的一系列协议,其中包括势力10亿美元的能源投资基金以及俄罗斯石油化工具头西布尔公司在沙特建厂的价值11亿美元协议。 二媒报道称,普京和萨勒曼还将讨论价值超过30亿美元的军售协议,以向沙特提供S-400防空系统。 普京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双方会晤前对记者说,莫斯科和利亚德在加深最广泛问题上合作的政治意愿是明显的。 路透社10月5日报道称,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萨勒曼国王和普京总统5日就中东和北非局势交换了看法,并一致认为有必要打击恐怖主义。 两国首脑会晤后,拉夫罗夫在与沙特外交大臣朱拜尔联合举行的记者会上说,萨勒曼与普京强调了和平解决地区冲突的必要性。 拉夫罗夫说,萨勒曼积极评价解决叙利亚冲突的阿斯塔纳进程,同时俄罗斯支持沙特将续反对派团结起来以参加和谈的做法。 萨勒曼积极